闺女你在泥棟集团这么大的公司上班 不累啊 累也是累 她是面馆声音又不紧去 再不准请就要喝谢北风了 拜拜 行吧 闺女勇敢非 有事自己呗 总组长 当时还不知道 人家进行事能够成 她想成长 就先给她一点空间 你说我们迷校毕业有什么用啊 她啥也没有 还适合我们走样艺 哎呦 慢慢的 那个陈主管真的是你亲戚啊 那我转正的事可可以 问题不大 我和我表哥说一声就行 哎谢谢你啊 陈主管我能申请看一下前五年的采购报表吗 我想学习一下 哎哎正好 慢慢你再看 你跟他一起 好 不对吧 看得明白了你 这些都是公司高层审核过的 不对 什么不对 你看这个 上年度公司每个月都要采购1800捐纸 我们公司不到300人 每人每月要用6捐纸 要多余的纸去哪了 我错了吧 你是不是穷怪 6捐纸而已 还不让人上厕所啦 行了行了 和你说不通 就算有问题 这些都是公司高层审核过的 浪费时间 你有没有财务经验啊 你 宝贝 妈妈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牛肉面 谢谢妈妈 你每天上班都这么累 来 试试这个 妈 你要是发现了公司的一个问题 但是 哎算了 说你都 在职场上勇敢提出问题 是没什么错的 我也是看电视上学的 哈哈哈哈 那我先回房睡觉啦 晚安 晚安 明天给我安排一下 我要 灯灯 我听曼曼说 昨天你看那个报名 有一点小问题 对就是 你先听我说啊 这个小问题呢 也许是一些误解 跟董事长开完会 下来的细说 就是 好了 就这么说好了啊 有问题 为什么不现在解决啊 我昨天算过了 采购卫生纸一千八百卷 这个钱就是不合理的 那多余的纸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钱省下来 在年前买进银行理财 利息都过我们又很久的纸了 这还只是一个小问题 里面有很多细节不对 你说是不是有人在以权 够了 你别忘了 那只是一个实行生 信不信在教你混蛋 我看该滚的人是你吧 陈主管 董事长好 董事长 不错啊 婚女 没给你妈丢脸 洁带 forms 未经议 分别人 不错 不错 我 来 不错 我 那么